第二页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 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 祷告与生活 很多年前Good TV找我去录以弗所书 那个时候录到这一段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一共讲了祈祷 一段一段慢慢的讲 那一次给我自己的生命 带来很大的改变 我突然发现原来祷告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很多的时候我们学习祷告 是跟着别人学的 别人这样祷告我就这样祷告 有的时候我们也上一些祷告的课程 有一些我们去参加祷告的营会 我们有很多的学习 可是当我那一次在预备 这个以弗所书 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想法 就很多的经验 也回到我的思想里面 以后我就在讲的当中 我自己发现原来我自己的祷告 有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我有一些困难 我不能够明白 但是那一次以后 我慢慢慢慢对于祷告 好像摸到一条路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在分享以前 我们先来读第三章的十四到二十一节 我读一节 请你们读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完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慢慢地来读 然后看这一段的圣经 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 第十四节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是何等长阔高深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阿们 好 等一下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你可以放声音读出来 你只听得到你自己的声音没关系 或者我请你回答 我请你回答 因为我希望你把这几句话背回去 因为这会改变你的祷告的观念 好叫你的祷告 可以变成一个全新的祷告 祷告是基督徒最熟悉最常做的事情 我们一天有好几次的祷告 其中有三次是泄犯祷告 对不对 可是我的问题是泄犯祷告 到底是不是必须的呢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你说那怎么可以不泄犯呢 那问题是我们泄犯的时候 我们是真的向神献上感恩吗 还是祂只是一个形式 有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没有把握我们的祷告 神到底有没有垂听 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会担心说 什么是有效的祷告 什么是形式的祷告 其实我们在祷告上面 我们有一些误区 或者是模糊的地带 是我们没有办法 一直愿意有效的 长期的祷告下去 是因为我们对祷告不太认识 不太认识 怎么样的祷告 神会垂听 怎么样的祷告 是自我安慰 很多人不敢承认 祷告可能是自我安慰 我们口中念念有词 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我所祷告的会成就 我当然不会坚持下去 比较麻烦的事情是 我们祷告之后 有些它发生了 我们所要祷告的那个状况 有些时候它又不成就 经过了几次 我们又归纳不出 到底是什么原则 我的祷告神垂听了 或者神成就了 怎么样的状况发生 所以神没有听我的祷告呢 我们归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所以祷告对我们 就有一段没一段 有的时候我们很认真的祷告 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认真的祷告 虽然别人都告诉我们 祷告是基督徒的本分 本分有的时候很难做到 对不对 我前不久在法国 参加他们一个营会 他前十天才通知我 说要改成步道的营会当中改成步道会 我说剩下十天了 我全部大纲都给你了 我全部的资料都给你了 你临时通知我说 四堂都要改成步道会 他说因为我们有一半以上的人 是木道友 那一次去感谢主 后来很多人信耶稣 有七八十人 他们就说 李长老 他们都信耶稣的下一步怎么办 那天就把他们统终结合 在一起坐在那边 我告诉他们 要不要做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好好地读圣经 我教他们怎么读 在最快的时间之间把圣经读完一遍 越快越好 知道有一个概念说 原来上帝是这样 原来圣经是这样 第二 你好好祷告 我说祷告是像你的呼吸 可是有些人不能暂时停止呼吸 对吗 有时候忘了呼吸 所以到底祷告是什么 我又告诉他们说 不要忘了聚会 要去 这样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 看起来 祷告是我们生活的必须 可是一个基督徒可能最不会的 可能最害怕的 想要学但一直学不会的 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祷告的时候 我有个很大的盼望 我也跟神祷告说 主啊 让我们能够明白 什么是祷告 以福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 这一段经文清楚的启示 到底祷告是什么 到底祷告是什么 祷告的对象是谁 其实我们并不怀疑祷告的对象 问题是我们不习惯他 我们不习惯他 我们习惯跟别人讨论他 我们不习惯见到他 听得懂吗 其实神这一个位格 我们更多的时候 是要把他当成你 不是把他当成他 当我们把神当成他的次数跟强度 多过于你的时候 我们的信仰就会流于形式 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啊 当我们谈到上帝的时候 我们是用他的时候 而不是用你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谈论一个对象 谈论一个课题 谈论一个主题 谈论一个内容 而他不是跟我们讲话的对象 所以我们的信仰 更多的时候就慢慢的 慢慢的 没有你 只有他 当到一个没有你 只有他的时候 我们的信仰就空洞了 我们的信仰就没有办法了 比如刚才我们进来这边 刚来的时候人有点少了 人慢慢进来 我知道因为我们第三堂的弟兄姐妹 平常都是11点到 现在让你10点半到 你有点点困难 所以现在11点10分 还有人陆陆续续进来就很习惯了 因为这个时间我才刚进来 所以找到的人人很少 他会感觉只有我在这边 我怎么敬拜啊 没有人我怎么敬拜啊 你看 我们一起来敬拜 他 不是我来敬拜 你们都不敢讲话 或者你们都不愿意理我 这就是我叫你要往前做的原因 我们这么远 我怎么讲得到你那里啊 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在敬拜他 还是在敬拜你呢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敬拜他 那没有你就不行啊 因为我们是敬拜他嘛 那人要多才有意思啊 我们来敬拜他 可是如果是敬拜你 那就没有问题 为什么 我一个人嘛 我敬拜你 我没有问题 所以刚才我住在那边的时候 我起现有点急 我说这人这么少 怎么办呢 后来我突然感觉 我去教堂的时候 我去那个天主教堂的时候 我去那个很古老的教堂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一两个人 而且我们住在那边的时候 都不跟别人讲话 那为什么 因为只有我和你嘛 所以我们在这个感觉上面的时候 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我们越来越多讨论他 而越来越少与你交往 这个你和他 就是我们祷告的差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祷告 在感恩神 赐给我们饭食的时候 到底是祷告给别人听的 还是祷告给别人看的 还是我们真的在谢谢他 那每天三次都吃饭 三次都向神献上感恩吃饭 你不觉得多余吗 我 我在挑战你 吃饭前的祷告是真的还假的 如果是真的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 因为祂赐给我们饭食 因为祂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 你要知道要吃饭也要有力量 对不对 你以为没有力量能吃饭 可以擦鼻胃管的 懂吗 有一天我们老了都会这样 因为没有力气吃饭了 就鼻胃管来帮我们吃 到最后 连胃都不帮忙了 不效力了 就不需要吃饭了 所以今天可以吃饭神的恩典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有很多的感恩 不一定只为今天给我们饭食 所以我每一次吃饭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感恩 平常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时间 吃饭的时候多感恩一点 因为是你不是他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感谢神 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思想 保罗的祷告 是祷告的最基本法则 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来看以福所书 的第16到20节 我们来看第一段 16到20节 我们再念一次好吗 那16到20节 我们先跳到16到20节 我们一起来读16到20节 我先读16 然后你们读17好吗 16节 我来读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在这几节的圣经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祷告呢 祷告是什么呢 祷告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祷告到底是什么 那么我们就会祷告 如果我们不清楚祷告是什么 我们就不会祷告 我们从这几节的圣经当中 我们看一下祷告到底是什么 就像我们的讲义上面写的 祷告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祷告今天最大的错误 或者我这样讲偏差 或者我这样讲入门的不准确 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 以人为中心 祷告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 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 这是一个有偏差的祷告 这不一定是一个不对的祷告 可是任何事情 你如果不做在重心上面 你不一定说它是错的 可是它有时候是没有果效的 对吗 我如果要把这一个讲座 我们教会这个讲座是很重的 我要把它推的动 最主要是叫推到重心 我如果没有推到重心 我还是推了桌子 可是它不能移动 或者它会产生不同的果效 我花更大的力气 推这个桌子的结果就是 桌子可能原地打转 桌子可能倾斜 桌子可能倒掉 如果我要有效地推动这个桌子 我一定要推到它的重心 所以我可能要选对一个区域 不一定要那个点上面 那个区域你大概不会跑掉 所以当我这样推这个桌子的时候 你看看就太高了 如果我再往低一点点推 越重的东西要越往下推 对吗 如果要往这边推的话 我要推这边 所以推哪里 才能够推动这个桌子 是很重要的 因为要找到中心点 如果我们要好好的祷告 如果我们要长期的祷告 如果我们要很乐意的祷告 如果我们要享受祷告 我们要知道祷告是什么 如果我们祷告有偏差 我不能说那不是祷告 我必须说它没有祷告到那个重心 没有祷告到重心的时候 会产生持续不断的祷告 却没有产生祷告应该有的果效 那祷告的果效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祷告神都垂听呢 我跟神要的东西神都给我们呢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平常祷告什么 我们平常祷告求神保守我们 求神赐给我们平安喜乐 求神给我们财富名誉 求神让我们免于患难 要不要免于患难 赶快说要不要 赶快说不然天精灵到我们就麻烦了 对吗 要求神使我们免于患难 要不要求神使我们免于疾病和痛苦 要不要 要不要无灾无病 要嘛 我们都要这些东西 那我们要这样祷告 求神使人得救 要不要这样祷告 求神保守我们教会 要不要这样祷告 求神看顾台湾 要不要祷告 你知道吗 上上个礼拜我要回来 因为从欧洲回来 所以我一直跟神祷告 让那个台风往北 你听得懂吗 因为他这样过来 我就是往北这样上去 就不用影响到台湾了 就没有想到神没听我祷告 你看神能力多差 没力量改变台风 这是我的祷告 我求神保守我 而且我还跟神说 我怕神不答应 我还跟祂说 不是为了我 台湾很多的同胞 也不希望台风来 后来神也没能力 对不对 你没发现 台湾还是很多人受伤 很严重 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姐妹 刚才跟我说 我们家进水了 三十年来没进水 这次进水了 你看神就是不会做这个事情 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 我们的祷告是 求神保守我们的教会复兴 我们国家平安 所以整合起来 我们到底祷告什么内容呢 你听听看 我这样整合够不够 我们祷告 涵盖我们的范围 我们的祷告就是 对吗 涵盖满了吧 你看我们祷告就是这样子 希望这样最好 希望南北韩不要打起来 有没有 已经祷告得很远了 世界小姐 她们都有一个最后的答案 你希望什么 你看你们都有看 对不对 世界小姐你们都有看 她们一定要世界和平 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 这是祷告入门的偏差 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说这些事不需要祷告 我也不是说这些事情不要祷告 我告诉你 我也为这些事情祷告 但如果只有这些 不是祷告的全部 甚至它不是祷告的中心 不是祷告的重心 因为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们通常在意念上 甚至在下意识 潜意识 无意识当中 是把神当成我们的仆人 我们是神的主人 我们是神的主人 我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 那么你就来做什么 你就不要来做什么 我们就想说 我们不会这样想了 其实我们知道的 我们这样祷告有个前提 就是你有能力 我有权力 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 我这样求的时候 你就要这样做 不 那这不是祷告最正确的部分 我再说 我再说一次 我不是说这样的祷告 不可以 但如果这就是我们 祷告的所有的内容 这样的祷告是不完整的 不完整的 那牙牙血雨的时候 可以这样祷告 可是真正的祷告 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祷告是 请你写下来 也看我们的讲义 祷告是与三位一体的神交往 祷告是与三位一体的神交往 那你一方面写 你一方面要背下来 祷告是与三位一体的神交往 那如果你要更简单 就是祷告是与三一神交往 所以祷告是一个交往 祷告不是一个祈求 不是一个要求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事实上广义的求 是一个仰望 是一个敬拜 是一个恳求 是一个期望 刚才我们前面的敬拜 就是一个祷告 现在就是一个祷告 那是一个我们向神 表明我们的心愿 表明我们的想法 表明我们的心情 广义的求 这件事情是以祂为主 祂就是那一位神 祂要成就 祂就成就 但如果这件事情 祂不成就 那其实我们很清楚地 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祂的美意超过我们 今天我们常常说 苦难是神化妆的祝福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我问你 喜不喜欢苦难 所以就是不要化妆的祝福 就这个意思 你知道吗 我们很多的观念 我们没有想清楚 我们立刻就判断 其实祷告的重心 不在于神成不成就 这件事情 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常常跟神说 我要这样 我要那样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我觉得那样比较好 我没有说我们的判断力不好 其实我们的判断 大部分时间是非常合理的 对我而言是这样 对我们一群人是这样 对我们教会是这样 我举例 你们喜不喜欢 我们这里所有的位置都坐满 喜不喜欢 我们意见通通一样吧 那你猜神要不要这样做 我只叫你猜 如果没有呢 我们怎么想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把一个具体的事情 跟神说要这样 或不要那样 可是在这一边 祷告最主要的目的 保罗却不是放在这里 他虽然有跟神要一些东西 却不是我们这些东西 他跟神要的是一个关系 他跟要神是一个关系 亲爱的弟兄里面 如果我们一了解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知道祷告是什么了 什么就是祷告 我以前听吴长老讲 我不太明白 我最近比较明白了 他说 当你真正祷告完了以后 当你真正为一件事 或一个状况祷告完 你站起来的时候 那个重担就掉下来了 我多年听不懂 为什么我一祷告完 我站起来 重担就掉下来了呢 重担不是我仍然背着吗 因为那个情况并没有改变 我也不知道你要怎么做 那我怎么办呢 但是真正的祷告 要是我们一明白说祷告 原来是跟神交往 那重担就这件事情在于神 那我们祷告完了 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嘛 因为我们跟他已经沟通完了 那在这段的圣经当中 保罗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 十六节有一位圣灵在这里 十七节有一个耶稣基督在这里 十九节这里有一位神 所以十六节说 借着圣灵 十七节说 耶稣基督 十九节说 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我们 这里是提到三一的神 在四节里面 连续四节里面 就在短短的四节里面 提到三一神的很少 你去查圣经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三一神一次出来 很少显明这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 让我们知道的 就是这一位神 是我们交往的对象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把一天的祷告 通通录音起来再放出来 大部分我们会发现 我们跟神祷告的东西 都是具体的内容 但是从这里我们发现 保罗要我们祷告的 不是这样 保罗要我们祷告的是 我们跟神交往 其实这个是很后期的概念 早期的情况是怎么样 如果你从旧约 一直到新约 我们来看看那些祷告的人 我们就发现 他们跟神 的确不是一个形式上的来往 他们是跟神 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 我们这样讲 不是站在一个上对下的角度 我讲上对下 其实我们上他下了 你听得懂吗 如果是他上 我们下的话呢 我们不能对他生气嘛 就是因为我们上他下 所以我们才会生气啊 你又不听话了 对不对 你如果听话的话呢 台风往北走不是很好吗 北走就没有任何人伤害啊 台湾也没有伤害 你是后来台湾 后来那个台风过了台湾 到大陆去那边也很大的伤害 这么多人受伤害你不管吗 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那为什么我们会生气 为什么我们会不满意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不听话呢 因为我们是上他是下 可是如果我们看到那些祷告的人 与神交往的人 你就觉得慢慢明白 它是一个交往的过程 你记不记得 我也提过好多次了 神有一次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 他们就说 我们去跟亚伯拉罕说 他就跑去跟亚伯拉罕说 他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 后来亚伯拉罕就跟神讨价还价 从五十个人杀到十个人 他起初是先框住上帝 他先说 你不是一个这样的神吧 好人跟坏人都杀在一起 这个应该不是你会做的 神说我不是这种人 他说那你这样 如果只有五十个人呢 那神就说五十个人 我不会把这个城毁灭的 那四十五个呢 那不会 四十个呢 那不会 一直杀到十个人 亚伯拉罕就高兴兴地走了 他一走 神就把所多玛尔摩拉毁灭掉了 那是个不守信用的神 不 你说十个人嘛 我告诉你 三个都没有 出来了四个 成功了三个 那三个成为最大的麻烦 所以神毁灭所多玛 可是这件事情并不是以为 神有没有听亚伯拉罕祷告 是亚伯拉罕终于慢慢认识神了 你知道 所以到后来二十二章的时候 他说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那是最后一次总考 那是最后一次考试 那一次考试之后 神就称亚伯拉罕是什么 信心之父 所以那个是个交往的过程 弟兄姐妹 所以跟神的祷告 其实是一个交往的过程 不仅亚伯拉罕是这样子 摩西也是这样子 摩西为了以色列带出来的百姓 从埃及带出来的以色列的百姓 跟神有看法不同 最后神听了他的 就没有杀这些 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 可是我问你最后杀了没有 全部杀了 为什么 因为二十岁以上的 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 通通没进去 而这句话神早就说 加勒跟约书亚会进去 所以摩西就认识上帝 你看大卫也是这样 如果讲到大卫 我不是很喜欢大卫 我老实说 如果大卫跟扫罗 我想想我还是比较喜欢扫罗一点点 你们呢 你们比较喜欢大卫 那你就比较靠近神的心意 你知道大卫跟神的祷告 都很特别 他的祷告我们不太明白 我们把它拿成歌来唱 可是我们不知道大卫的心 那那个时候大卫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跟他的部署的妻子怀孕 还把部署调到前方去 还撤军让他的部署当场死掉 以后就把这个女人接回来 那个女人已经怀孕了 生了一个儿子 那个儿子快要死的时候 大卫就在上帝的面前祷告 一直祷告说 求你让我的儿子不要死 不要死 后来孩子怎么样 死了 罪有应得 哈利路亚 赞美主 神做了该做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想法 可是大卫怎么样 大卫原来躺在地上的 他立刻起来 梳洗 吃饭 工作 你知道当他的儿子快死的时候 那些打沉都吓死了 半军 如半虎 他儿子死了 我们都遭殃了 结果没有想到大卫就起来吃饭了 大家觉得很奇怪 大卫说我所祷告的 他已经听见了 他已经成就了我的祷告 他就开始工作 所以我们说大卫认识神 大卫跟神交往 弟兄姐妹你试试看 我再说一次 你可以那样祷告 可是你要改变你的心态 你还是可以祷告台风往北走 我这次昨天我从大陆飞回来 又有台风 我这次还是跟神说 台风不要到台湾来 拜托拜托 前一个都还没收拾完呢 后一个又来了 不知道怎么样 求神保守我们 后来无论如何 我祷告完了 神要不要做 是祂的事 可是我在跟祂祷告当中 我自己也跟祂讲讲我的想法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可以沟通沟通 你知道当我如果只是把祂当成一个仆人的时候 我就交代祂 可是当祂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时候 我跟祂商量 那做不做我们可以谈 但是心态上已经改变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最重要的祷告是心态上的转变 祷告是与三一的神怎么样 交往 祷告是与三一的神交往 你跟祂讨论好像对待一个朋友一样 因为这个缘故 如果是这样 所以祷告就不会限时间 无论早上 中午 晚上 半夜 我因为常常要调时差 半夜常常醒来 那半夜常常醒来做什么呢 祷告嘛 平常白天时间不够多 跟老朋友话家常 现在大家都睡觉 众人皆睡 我独醒 一个人占有这个对象 对不对 你们都在睡觉嘛 你们没力气祷告了 我来跟神谈谈 那这样我的祷告比较容易被成就的 什么时间都可以祷告 什么知识都可以祷告 什么地点都可以祷告 什么空间都可以祷告 其实祷告是跟神交往的话呢 没有话也可以找话 你说对吗 你知道跟神交往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你等交往久了 你就会知道祂是真的神 刚才跟师班在这边祷告的时候 我如果不是限于时间 我只是想跟神多讲一点点 可是因为有时间的限制嘛 因为内心有很多的话要跟神说 弟兄姐妹 到了有一天你是跟神有很多话要说的时候 祂已经是你的朋友了 祂已经不是你的仆人了 所以祷告是与三一的神什么 交往 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祷告最基本的内容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讲的那些都是祷告的内容 可是这里让我们看见 祷告最重要的三个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 求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求圣灵用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 那你们先写下来 而且这个要背下来的 这个背下来的 你这样祷告了两三年之后 你人会变 为什么 因为你突然发现这位神是活的神 我问你了 不要告诉别人 就我问你 你觉得真的有神 跟有没有神我们没把握 差得多不多 多不多 真的有神 跟到底有没有神我们没把握 差多不多 你的行为会不会改变 你的生活会不会改变 你的思想会不会改变 会 除非你真的觉得它存在 如果你问我 我告诉你 我现在比较能确定它存在了 但那并不是理论的问题 那个要有很多时机 一而再再而三确定它活着 它真的存在 那就会变 那就会变 那怎么样知道它活着呢 你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求圣灵用大能使我们 里面的人刚强 我们来读第十六节 来读第十六节 读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十六节 你们看了这个经文 看了这个经文 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 是一九一九年成书的 在这个之前 它是一卷一卷的翻译 以福所书一定早于一九一九年翻译出来 一九一九年到现在快一百年了 这一百年来 人们对希腊文的认识 对希伯来文的认识 有很大的进步 因为很多人研究 不知道多少本的博士论文都出来了 他们把圣经一段一段 一句一句的研究 慢慢拼起来 现在我们对神有一个 更清楚准确的认识 因为神太大了 所以我们能一点一点认识 就感谢主了 那这一段的圣经 在近几十年来我们所了解的 希腊文的语义里面 一个比较好的翻译 是把那个力量 那个力量不是心里的力量 不是我心里的力量刚强不是 这个力量是圣灵的力量 是圣灵的大能 而前面那个心里 那个叫做inner man 是里面有一个人 所以他比较好的翻译是这样 他是求圣灵用大能 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所以那个心里的力量 那个力量是用大能 拿到前面去 是圣灵用大能 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 我们过去一直以为 祷告是有具体的内容 我们就是希望 没钱便有钱 要不要 大声一点要不要 不要我就祷告了 说他不要有没钱便有钱 他要有钱便没钱 你们是这样吗 也不是那就要有回答嘛 要不要 没钱便有钱要不要 要不要有病便没病要不要 我们都要这个 我们都要这个 我们希望找一个配偶 我们希望买一栋房子 我们还希望选对车子 有没有 所以神很忙嘛 怎么不忙呢 我们要排队 这么多事要做 我们祷告好像有很多的要求 我们好像比较好的祷告 就是叫教会服刑 这已经很不错了 叫国家 国泰民安 也很重要了 可是16节告诉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祷告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是求圣灵用 大能叫我们 里面的人刚强 那我讲说你要回答 因为他在帮你背下来 背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求圣灵用 叫我们 里面的刚强起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我们人有外面的人 跟里面的人 我们有一个外面的人 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人 外面的人是给别人看的 里面的人是我们自己知道的 一般别人看不到我们里面的人 因为我们把里面的人隐藏起来 我们外面的人看起来是很强的 可能我们里面的人其实是很弱的 外面的人一方面是给别人看的 我还告诉你 其实外面的人是我们拿来骗自己的 我们没有注意到 我们里面有一个里面的人 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人 那是别人不明白的 那是别人不了解的 我们自己知道那是真实的 真实的样子在里面 请问人真正的样子在外面还里面 懂吗 如果不是圣灵启示我们 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原来我们有个外面的人 我们有个里面的人 外面的人对别人很客气 他里面可能是很粗鲁的人 他外面的人 个性很温柔 里面的人可能个性很强悍 外面的人他是个很谦卑的 里面他可能是个很骄傲的 我们有一个外面的人 我们有一个里面的人 外面的人做不得准 我们这个人其实最要紧的是里面的人 外面的人是不真实的 里面的人才真实 外面一个人他看起来身心灵都健康 他里面的人可能是很怕死的 所以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没有绝对的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问你 外面的人重要 还里面的人重要 里面的人重要 里面的人重要 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才重要 如果我们里面是个刚强的人 如果我们里面是个有力量的人 没有钱 没有关系 我问你 我们大概都知道了 外面的人有钱 里面的人软弱 还是外面的人没有钱 里面的人刚强 你要哪一个 很难选了吧 很难选了吧 这个很难选 很正常 我再出一个题目 你就容易选了 外面的人看起来很健康 或者我就说了 就是你身心灵都健康 可以了吗 里面是一个很怕死的人 跟外面一个人疾病产生 里面的人却对自己的活或死 很有把握 知道为什么活 为什么死 你要哪一个 我要告诉你 有的时候我们很想要外面很好 我告诉你 外面那个不是真的东西 我不是说你有钱不是真的 我是在说你不了解 当我们里面的人软弱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 什么都没有办法 弟兄姐妹 我们里面要是刚强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 真的 有没有钱没关系 有没有生病没有关系 有没有配偶没有关系 夫妻两个有没有孩子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里面是一个软弱的人 纵使你有钱 纵使你没有病 纵使你有配偶 有车子 有房子 你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你还是可以软弱的 你可以软弱到你自己 不知道该怎么办 里面的人非常重要 这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是祷告呢 祷告就是跟谁交往 跟圣灵交往在这边 然后我们跟圣灵交往 是求祂用什么 大能使我们 里面的人刚强 外面的人是吃 饭的 那里面的人要吃什么呢 OK 我告诉你 每一种生命成长 都有要吃的东西 我们讲吃只是广义的 人要吃饭 对不对 我们只是广义 当然讲菜嘛肉嘛 我们不管 那我跟你 那牛要吃什么 要吃草 那昆虫吃什么 那植物吃什么 听得懂吗 前不久不是台风来了吗 很多树都连根拔起 对不对 它把它树倒在那边 种回去有没有可能 它会不会活 就它看它能不能 再吃到东西 对不对 它如果能再吃到东西 它就会活过来了 它如果再吃不到 它就死了 它要吃什么呢 它可能要行光合作用 它可能要吃什么 它要有水分进来 它可能要什么 它要养分进来 它如果吃不到 它就会死 所以每一样东西 它要活下去 只要它这个生命 它都要吃东西 可是你要吃对东西 不然它就没有用 牛它是不吃荤的 它只吃树的 你就喂它吃荤 它活不下去的 你吃牛吃牛不太好 牛吃猪好了 我们煮猪肉给它吃 牛吃猪不是更好吗 它更壮啊 动物性蛋白 你给牛吃什么 它会长呢 你一定要给它吃草 你要给它吃草 冬天吃干的草 夏天可以吃湿的草 可是你知道牛不可以吃很多湿的草 它会拉肚子 它要吃干的草 所以很多时候到了夏天 你还是给它吃干的草 很奇怪 你给它吃 你一定要给它吃 它要吃的 弟兄姐妹 我们既然有一个外面的人 有一个里面的人 请注意 外面的人吃的 跟里面的人吃的是不一样的 外面的人吃的是各样的 物质上的食物 或者精神上的粮食 或者我们需要吃药 对不对 你知道我这个礼拜 又在外面服侍 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我突然 我突然觉得 我这里喉咙这里有一点痛 我吞口水觉得有点问题 我就再吞一次两次 我就确定可能我有问题了 那我就发觉这边有点痛 我就吞口水这里有点痛 那我就突然 很敏感地就发觉 这个感觉跟我过去很多年的时候 有个感觉很像 那时候医生就告诉我 你那个是炼球菌 那我说OK炼球菌 那我学会了 可是有的时候我分别不出来 因为是病毒就感觉不出来很准确 可是那个炼球菌很清楚 很痛而且像针在刺一样 我就说我再等一下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到三个小时 我立刻 我就把医生帮我预备的抗生素打开来 我就立刻跟我太太说 我要吃抗生素 因为我能不吃就不吃 因为我已经吃到最后一线了 我已经第一线的无效 第二线的无效到第三线了 所以我就把那个抗生素打开来 打开来我就吃下去 吃下去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太太说 吃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感觉 它继续往下碰 可是我突然知道说没有问题了 因为它对症下药了 所以我现在声音这么好 我告诉你 如果按我如果礼拜五下午 如果没有吃药到现在 我一定没有声音 我完全了解这个状况 太有经验了 所以我们人不仅要吃食物 还有精神的粮食 我们还要吃药 可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呢 是谁 圣灵用什么 所以我们要吃的是圣灵的大能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灵的事情不了解 我现在告诉你 里面的人要刚强 要圣灵的大能 不是吃饭 不是看美丽的画 不是去看雕塑品 不是去做很多精神上的建设 甚至给你药也没有用 精神病的药给你吃也没有用 因为里面的人不吃药的 里面的人在跟圣灵的交往当中 就活过来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什么是祷告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祷告就是跟圣灵来往 求他用什么 大能使我们 里面的人刚强 你这样祷告 你试试看 用你里面的人真诚地去跟圣灵相遇 用你里面的人 不要用你外面的人 我再讲一遍 什么是外面的人 什么是里面的人呢 外面的人就是你所知道的一些一切 你有钱没钱 你有能力没能力 你有才干没才干 你有报复没报复 你有想法没想法 这是外面的人 那里面的人是什么呢 你的真实的状况 所以你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你不需要跟祂讲那些客套话 祂比我们还认识我们自己 其实跟神祷告 并没有要改变上帝 是要改变谁 改变我们 当你把真实的状况 拿出来跟神祷告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被神改变了 里面的人就刚强起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祷告了一年这样祷告 还没有问题 你来找我 我向你学习 因为你一定有很多的 可以教我的 我祷告了一年 两年 三年 我觉得我很大的改变 因为里面的人刚强 你知道里面的人刚强 跟外面的人刚强 有一样的东西 就是刚强跟软弱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里面的人软弱 是这个弱到 你不知道怎么办 就好像你肚子饿一样 那我教你一次 你就知道了 你三天不要吃东西 你就知道什么叫软弱了 水可以喝一点 不然的话等一下 你还要找我的麻烦 对不对 你就喝水 你三天看看 你就软弱到脚软 发抖 我告诉你 我们灵里面 长期在发抖的状况 不明白 所以我们不知道 什么的能力 你知道 当你里面的力量 刚强起来的时候 你站住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里面的人要刚强 第一 第二 第二 求基督内住 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基督的内住 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第二个祷告 是基督求你住在我的里面 你说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对 可是我们并不确定 他住在我们里面 或者我应该这样讲 你不真正的抓住 他在我们里面 那如果他真的在我们里面 我们跟他讲话 是有回应的 我们讲 他会明白 他告诉我们 我们会明白 我们不太确定 基督在我们里面 基督在我们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 我们来看17节到19节 17节到19节 我们一起来读 17节到19节的上半段 17到19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所有人一起来念 预备 请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 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舵的 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第二件 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求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一个住是求你住进来 我们早就住他住进来 他如果不住进来 我们怎么会得救呢 可是我们这边是很清楚的 让他住进来我们能感觉 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 他在我们里面 我们没感觉的 有没有感觉胃在你的肚子里面 当然没有嘛 如果有的话吃胃药 你不会感觉胃在你里面的 你不会感觉有心脏的 如果你感觉有心脏 那你运动太猛了 心脏跳 对不对 我告诉你 等你感觉有心脏的时候 就很麻烦的时候的 我们不会感觉 我们里面有状况的 我们不会感觉有肺的存在 除非你一直咳嗽到痛 你不会感觉有肺的存在 弟兄姐妹 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并不感觉 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并不感觉 可是我们要一直 有感觉他的存在 你才真知道他在里面 因为这个缘故 当我们跟基督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求他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人成长起来 刚强起来 并且我们的爱心就充满起来 如果没有爱在他的里面 他的服饰是服不出来 服饰不出来的 真正的服饰是因为爱 真正的服饰 很多时候我们是表面的服饰 很多时候我们是虚假的服饰 很多时候我们是 做给别人看的服饰 很多的服饰 那怎么知道呢 怎么知道呢 怎么知道那个服饰 是真的或假的呢 就是当你服饰了以后 如果别人不感激你 你会生气 这不是真的服饰 当你服饰的时候 没有得到对价 你要不高兴的 这叫做假的服饰 真正的服饰都不需要这些的 真正的服饰充满爱的时候 你不会要求对价 你不会要求感激 你不会要求排名 你不会要求别人 用正确的眼光看我们 人家本来就不会用正确的眼光看我们 如果人家又不用正确的眼光看我们 我们会生气 我们就是爱心 不是有根有记 等你真正有充满爱心的时候 你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 来 我问一下 有儿女的请举手 请放下 你儿女非常不高兴地看着你 甚至不感恩你 还坐不坐他爸爸妈妈 坐吧 你会不会觉得说 我再也不养你了 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我们不会的 不会的 我们继续爱他 他做了我们多伤心的事情 我们都爱他 虽然我们会生气 可是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好了 他没好 我们好了 也乖了 他继续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爱 里面充满爱你就这样 所以如果不是充满爱 你怎么可能服事呢 我告诉你 你服事你要生气的 你怎么做都没有用 我叫你们坐到前面来 也没人理我 你说我要不要生气 那就看嘛 看我有没有爱 如果我有爱我不会生气的 如果没有爱当然生气了 我这么辛苦 你们都不这样做一点事情了 弟兄姐妹 你知道爱是我们所有服事的动力 爱是我们基督徒生存的动力 当我们有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告诉你不是外面的问题 是里面的问题 当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整个生命会变 我们会变 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完全变了 你知道我们其实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我们其实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 我们看事情有个角度的 什么时候我们爱心充满的时候 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会完全变 完全变 那这个需要时间 我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在祷告当中 我们尽快地进到这样的状况 你才没有压力 最近有好几个人都说 李长老你变年轻了 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告诉你 我是真的告诉你 经过这样子的一段时间的服事 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矛盾跟冲突 经过我这么多的失败 成功的少 失败的多 经过这么多的时间 我服事的挫折 我没有路走的情况 都只有去找上帝 等我真正跟圣灵 有很多很多时间在一起 我里面的人长大起来 你知道 其实今天的问题是 外面的压力跟里面的抗压性 是谁大的问题 里面抗压够的时候 那外面就不是力量了吗 你皮球也是这样吗 外面的力量压进去的时候 皮球就会缩 里面的气脏的时候 它就会脏 那个气球也是这样 当有一天 你里面的人长起来了 基督的爱情 充满在你的里面 你就突然感觉 不需要去抵抗它 没有花那么多的能力 去抵抗那些东西的时候 你突然心里清神起来 突然心里放下来 常常你会感觉 心里面很踏实 很知道 心里就轻松了 心里轻松了 相由心生嘛 我真的是感觉自己 那个里面的人长起来 当你好好的祷告 你就发觉完全不一样 以前我服事之前 我总是问 我能给他们什么 这已经够负责任了嘛 对不对 我以前服事人的时候 我就问 我能给他们什么 这很负责啦 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人服事不负责任的 他三两头看局势不对 就跑嘛 烂摊子别人收嘛 你能不能负责起来 你能不能够让他们得到什么 这是我以前祷告 我常常这样祷告 现在我服事之前 我只问一件事情 我真的爱祂吗 我真的爱祂吗 我今天早上来服事的时候 我就跟神说 我爱不爱弟兄姐妹 如果是爱心有根有基 你们很好的回应 我当然高兴嘛 你完全不回应 没问题的 我说真的 我如果要求大家都有回应 我大概希望不太大的 因为我不是只有服事这里 我还服事别的地方 我怎么可能要别人都感恩我呢 你是什么大人物啊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人以自己为中心 就是很苦的 所以你看到有的人 为什么服事的 一直皱眉头 因为他没有爱心有根有基 我不是说我比你好 我是告诉你说 那里面的基督 我才能这样 不然不可能的 不然不可能的 我常常讲 你要怎么对待我 我没有办法 可是我可以决定 我要怎么对待你 那我怎么对待你取决于什么 我怎么对待你取决于 上帝在我里面 占多大的分量 上帝在我里面 占多少分量 就决定了 我可以怎么样对待你 这个如果不是基督 没有人能够做到的 我们总是 你怎么对待我 我就怎么对待你 就已经不错了 不要你对我好 我对你不好 以怨报德 我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吗 怎么样可能以德报怨呢 怎么样可能以德报怨 怎么可能呢 那如果你不是 你生命真的有那些东西 你做不久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第二 我们要求基督内住 使我们的爱心 有根 有极 第三 求父将他 所有的充满了我们 求父神将他 所有的充满我们 那 这个是一个 很 很妙的事情 就是我们一方面 圣灵 我们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 第二方面我们有爱心 有根 有极在我们里面 第三 这里的十九节的后半段说 那我念给你们听 便叫一切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 充满了你们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想的 那第三个祷告 或者第三个方面我们的祷告 是我们跟神说 那些你可以充满在我里面的 求你充满我 那些你所有的一切充满我 当然第一个求要充满的是什么 钱嘛 你们又忘了 我这样讲你才会有兴趣 别的你不太有兴趣的 尤其最近股票掉得凶 昨天我看电视 说平均每一个人 什么 掉了六十几万 还好我没买台湾的股票 不然话我惨了 六十几万怎么得了 我都不知道掉了几点 我昨天在看 说九千点掉到七千多点 是不是 你们有点研究是好的 我们希望神把祂一切所有的充满我们 把祂的能力充满我们 把祂的医治充满我们 你要知道 当我们祷告生病得全欲的时候 有两种感觉 第一个神医治了我 感谢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原来神有医治的能力 这是第二个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原来神有医治的能力 这是另外一种 最深的认识 是原来祂是一个有医病的神 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 等一下我们还要再唱 祂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弟兄姐妹 我们到底要祂充满我们什么 我们到底要祂充满我们什么 我这周过去是在大陆 我跟这几个传道人在一起 你知道他们一个月 一家四口 薪水多少钱 一家四口 他们的生活费 最贵的叫做交通费 因为传道人要跑来跑去 交通费随便用就几十块 几十块 一个月一千 一家四口要吃 穿 什么东西还要住 全部弄进去 可是 祂能不能够刚强 祂里面的人能不能刚强 祂服侍的爱心有没有根基 祂是不是被神的能力充满 一千到底能不能活下去 一千就抵我们这里五千 那他们是吃的可能比我们便宜一点 如果在农村 可是我观察 他的交通费比我们这边还贵 按比例的话 我不得了 我说你一千块怎么活得下去 有的人就可以很刚强的 很坚强的活下去 不是咬着牙 是很喜乐的 为什么 因为神一切充满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到底要求神 把我们什么充满呢 弟兄姐妹 其实最要求的事情是 神的德性 神的美德 神的丰富 神的信实 神的公义 神的良善 神的圣洁 你刚才要过这些东西吗 我告诉你 这东西有要一定要得到的 要钱不一定有 要这个一定有的 神的圣洁 神的公义 神的爱 神的能力 你如果你想清楚 你不会去要钱 如果这里面 有这么多 你只能要其中几个的时候 你不会去要那些其他的了 你一定要神本性一切的丰富 神本性一切的丰富 都在基督耶稣里面 要充充满满的给我们 因为这个缘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祷告的是 神把祂一切 所有的充满了我们 好了 我们要做最后结束了 我们还要再唱诗 来赶恩赞美祂 请问祷告是什么 祷告就是与 三一的神是什么 交往 交往 所以你坐在那边 没有人管你 你可以不听讲道的 你可以跟神交往 在任何的情况下 你可以跟神交往 可是祷告的内容有三项 第一 求圣灵用 大能使我们 里面的人刚强 第二 求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的爱心 有根有基 第三 求父神将他 所有的怎么样 充满了我们 这是我们跟他要的 跟基督要爱心 跟上帝要他所有的一切 跟圣灵要 我们里面的人的食物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请 师班要上来吗 师班一起上来唱好不好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你当时从天上来到地上 就是因为我们的需要 因为我们的软弱 因为我们的疾病 因为我们的痛苦 因为我们里面的人的软弱 你知道我们外面装给别人看 可是我们里面何等软弱 谢谢祢 谢谢祢 让保罗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的祷告最主要的是求圣灵 祢用大能 祢创天造地的大能 为我们里面的人 这样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 主要我要为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 祷告 我们有很多的软弱 我们有很多的论断 我们有很多的批评 我们有很多的判断 不是我们这个软弱的人能够拿掉的 我求祢在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的身上 做这个奇妙的工作 用祢的大能 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 主耶稣我也求祢自己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的爱心何等的缺乏 我们想到的是能力 我们想到的是权力 我们想到的是我们到底能做什么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 如果我们离了爱心 我们什么都没有 因此我求基督耶稣 祢充充足足的住在我们里面 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叫我们的爱人是真实的 叫我们所说的话不是虚谎的 叫我们真的服侍人是出于我们对祢的爱 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没有抱怨 主啊我恭敬祢的仰望 祢为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 因为我们在服侍的上面 我们需要祢格外的恩典 主啊我在这个时候我也求祢 祢把祢所有一切的丰富 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给我们祢的圣洁 给我们祢的能力 给我们祢的公义 给我们祢的慈爱 给我们祢的良善 主啊我求祢把医治赏给我们 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奉主耶稣基督那边 求祢医治我们 医治我们的身体 医治我们的病痛 医治我们的软弱 医治我们里面的各样的苦毒 求祢把这些东西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拔掉 取而代之的是神的丰富 神的圣洁 神的慈爱 神的信实 神的公义 神的良善 这美善的一切从天 进到我们的里面 主 愿意为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 不仅为我们在座的祷告 主 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来的 向祢献上祷告 主 为我们的家人祷告 为我们的同工祷告 我们把我们全教会都交在祢的手里 求祢让我们透过祷告 我们跟你自己有非常美好的关系 以至于我们在服事的时候 我们看到祢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主 叫这个教会复兴起来 叫祢的名得着荣耀 求祢听我们的祷告 主 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把 今天这个聚会献上感恩 主 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带了金钱来求祢悦纳 我们带了心思意念来求祢悦纳 主 我们带了我们的生命来要奉献给祢 求祢悦纳 我们恭敬的仰望祢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